大家好 欢迎关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微自由栏目 我是小安 中国网络的虚拟空间 微微二维世界 多少言论自由 多少封锁打压 但愿我们五分钟的微自由栏目可以让您略见一斑 那么在五年前 广东善委的乌坎村村民爆发过大规模的示威抗议 反对争地 贪污 最终他们得以自选村官 当时是轰动一时 就在6月17号 乌坎村民自选的村委会主任林祖炼 被警方以涉嫌受贿的名义带走 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 新浪微博用户海水微良威表示 乌坎数千村民举行游行 要求释放被抓的村支书林祖炼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祖炼 目前因涉嫌利用职权受贿 被警方带走 该村数千村民19号召开村民大会并举行游行 要求当局释放林祖炼 约两千名村民昨天下午自发在广场聚集 众人手持国旗 召开村民大会 当地的公安及宣传官员中午进村 试图阻奈 那么林祖炼被抓和乌坎再次爆发 村民抗议的消息在中国网络上成为敏感内容 星期一我们发现 网易残星频道的广东乌坎村委会主任林祖炼被查一文 和腾讯网上的乌坎民选村长林祖炼凌晨被数十辆警车带走一文 都无法打开 那五年前曾关注乌坎选举的北京学者雄伟的微博 也被封锁禁言 无法发表原创 无法转发和评论 那中国官方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6月20号呢 发表乌坎纠纷恐怕唯有依法解决一文 说不能简单的把乌坎发生的事情与政治和基层民主挂钩 引发很多网友的议论 一些网友认为 这篇文章题目说是乌坎纠纷恐怕唯有依法解决中的恐怕两个字是非常的有意思 有的网友说 恐怕二字的意思是还有不依法的处理方式吧 还有的网友表示 他说的依法解决恐怕不是各位理解的依法解决 那么在百度贴吧的乌坎吧上 有网友发出乌坎不孤单香港做后盾的照片 表示支持乌坎 在凯迪社区 多条议论的帖子被屏蔽 很多网友怀疑官方这是对林祖恋打击报复 阻止该村新的上访维权计划实施才是真正的目的 一位叫单指兵法的网易湖南省长沙市手机网友表示 因为林祖恋计划召开村民大会组织集体上访 17日夜间被警方带走 这是重点 在星期二 广东上尉市政府公布了林祖恋承认社会的消息 并播放了认罪的视频 以来大片的质疑之声 说连其中的标点符号也不信 很多网友认为 这说明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太可怕 专制制度容不下一个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官员 令人悲哀 新浪微博用户吴贝禅禅表示 抓了林书记的孙子威胁林书记 导致林书记笑着承认自己是贪污 政府要你三更死 你活不过五更 林书记是伟大的不堪领袖 那么就在与此同时呢 美国推特网友转发的消息显示 广东善伟当地政府部门 把来自美联社等外国媒体的采访 都视为是非法采访要求清理 有推特网友担心 善伟当地加强媒体控制 可能会拘捕外国记者 好的 这期的微自由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 主持人小安和大家说再见 我们以后节目再会